香港青年走在最前,大家好,我是小明 最近台灣省方面 有一些台獨分子的政客 可以說到他們的神經是過份敏感的 原因就是最近出現了一包螺絲粉 僅僅是螺絲粉上面的語句 令到那些台獨分子感覺到統戰的成分 而他們更加想禁止這包螺絲粉 輸入到台灣省裡面 而其實這包螺絲粉上面的語句 只不過是一些我們俗稱的土味情話 不過這群台獨分子都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他們經常用不同的手段 去抹黑大陸,乘機炒作對立 令到島內的民眾對大陸懷有敵意 而這個事情是怎樣 我們稍後回來就會跟大家說 在影片開始之前 請大家讚好留言和訂閱我們香港青年頻道 還要記得幫我們按旁邊的鈴鐺 近日在台灣省那裡僅僅是因為一包螺絲粉 包裝上的一句土味情話 台灣省那方面就有一些政客 將這句土味情話曲解成為統戰 而近日一直在鼓吹台獨 其中一個叫做基進黨的台南市議員李中林就說到 近日有一款螺絲粉的食品輸入到台灣省 而這包螺絲粉的外包裝上 有一句宣傳的語句 叫做你是中國人,我也是中國人 四捨五入一下,你就是我的人 而就是單單這幾個字 他們那邊的台灣政客就體會到另一件事 他們就說這個字句很有統戰的意味 甚至還建議落架 而就著這次事件,島內的網友就諷刺台獨政客 就說他們不懂什麼叫土味情話 只懂得統戰這個字就是草木皆兵 據台省的新聞報道 說到李中林就說有一些人在台北市買到這款食品 他聲稱根據兩岸的貿易許可辦法 其中第十一條規定了 准許輸入的大陸地區物品 在輸入的文件中應該列明了中國大陸產制 又或者同等意思等等語句 若然他們所謂的機關認定了這個物品 本身又或者包裝含有對台統戰的標誌 又或者文字又或者圖樣 甚至乎在這個物品的內容裡面 是有明顯對台統戰的影像和語音 等等的物品有關的字句就要修改了它 而這個李中林還說到 過去大家所認知統戰這件事 一般都是由一些媒體又或者文化等等的地方才有 但現在就在他們不注意到的食品包裝上都出現這樣的字眼 他就說到有關台灣省的陸委會 又或者經濟部門等等的單位 應該盡快查明這個事情 但有島內的網友就諷刺他 他們就說好可怕 買包羅斯粉來吃 難道這樣就會被統戰嗎 他們還說到這些議員是否質疑民退黨 當局對人民的洗腦程度不足 甚至乎意志不夠堅定嗎 有網友也說到 台灣省的蝦味仙包裝上都有用中文字 若然蝦味仙去到美國也不會改字體 不用那麼敏感 甚至乎有些網友還說到 蔡英文難道你不是中國人嗎 為何錄影會出這樣的武佬官員 之前有關槍擊案又不去處理 有關黑金政治又不去調查 有網友還諷刺錄影 簡直患有被統戰的妄想症 這次李中林的政客出來發言 可以說是偷雞不成就吃渣米 而且還被網民取笑他 你已經歐了 還常網上用這樣的套路 他誤導台灣省的民眾 但可惜台灣省的民眾一早就看穿了你 這些台獨的政客 他們不懂一些叫土味情話 我們就不要怪他 因為他們平時上班 只會搞一些政治操作 而他們的政策 一早已經遠離了台灣省的百姓生活 一句說到尾 即是他們不貼地 其實我們看看之前民退黨當局 已經有很多次危言聳聽 當中當然包括了煽動島內恐中的情緒 在這方面我們也看到他們的自信是極低的 而且這些事件也不是第一次 早在2020年 也就是兩三年前 民退黨當局宣佈封殺外奇藝 民退黨當局封鎖了淘寶台灣 等於腾訊等等的視頻平台 而他的理由也非常搞笑 因為說到外奇藝在台灣省的方面 太紅了 太多人看了 有機會被大陸用來統戰的工具 所以民退黨當局封殺了外奇藝 封鎖完外奇藝之後 民退黨當局還封鎖淘寶台灣 不過對淘寶台灣不單單封鎖 而且還罰他們錢 還限制他們在六個月內還要撤資 所以在目前來說淘寶台灣已經停運了 其實我們看淘寶台灣 他們進入台灣省的市場 只是不足一年的時間 但就是因為民退黨當局 進行這些政治操弄 限制兩岸經濟合作 試圖製造兩岸脫鈎 而最受損害就是台灣省的民眾 除了影音網站和購物平台之外 在早幾年台灣省的市面 曾經出售過一款玩具 而這款玩具就叫做欣欣套 它是用來講故事的 而雖然這個玩具 已經經由台灣省方面 已經去檢查過 但想都想不到的就是 只要按一下那隻欣欣套 就會讀出一句說話 而這句說話就是 中國最大的島嶼就是台灣島 還有10月1日就是國慶日等等的語音 而其實既然台灣省方面 已經檢查過這隻玩具是沒有事的話 代表它裡面所有內容已經合規格 以及它也沒有說謊 台灣島的確是我們中國最大島嶼 而10月1日更加是我們中國的國慶日 這件事全中國人都知道 我覺得沒有毛病 不過說回這位李鍾林議員 他被人笑完之後當然要找一個負責任的人 他就說到現在市面上仍然有售賣這款螺絲粉 所以台灣省有關主管機構 是要承擔這個責任的 而李鍾林也乘機抹黑大陸 他就認為大陸不僅在硬體設備上 例如剛剛說的玩具 去入侵台灣省 甚至還用一些軟性的媒介 例如網上的平台 影音的平台 來都滲透台灣省 進行他們所謂的認知作戰 其實這些只不過是李鍾林在顛倒黑白 我們要想想 僅僅是一個帶有中國字眼的螺絲粉 就已經能夠令到那些台獨分子 好像如臨大敵一樣 其實他們的神經是否太脆弱太敏感呢 其實我們看看這包螺絲粉 其實還有其他包裝 我們看看上面這張圖 好像他這句說話 他所印著的字句也是挺有趣的 就譬如說 你知道你和星星有什麼區別嗎? 星星在天上 而你就是我心裡 而看看這一包 還肉麻 不要讓我見到你 不是我見你一次就會喜歡你一次 而其實這個螺絲粉還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包裝 我就不在那裡多說了 因為我自己也會覺得有點肉麻 其實有很多時候 一些所謂的土味情話 我們有時拆抖音的時候都會聽過 而我們身邊的朋友也有機會說過 所以你說這群這樣的台獨分子 是否真的神經太過緊張 只不過是一兩句帶有少少中國的土味情話 你們就已經覺得有統戰的成份 會不會太誇張 真是笑大別人的口 其實我們看看兩岸的民眾本來都是中國人 這一點可以說到是無用之意的 而這些台獨分子更加是背早亡中 他們的行為實在令人不恥 特別是那些台獨政客不斷在炒作兩岸的對立 期間就乘機製造 令到台灣省的民眾對大陸的不滿 而我相信等到將來中國統一了台灣省之後 應該就要找回這些政客出來算帳 今天我們香港青年頻道的分享就到這裡 請大家繼續支持我們香港青年 拜拜